修是修行 这小柱里面说 为修之造作 即随云变造之死也 至是对至 修是 修正 我们的行为 太多了 说不尽了 佛有善巧 把我们的行为归为三大力 再多的行为 总不出这三大力 身口意 身体的动作 口中的言语 跟心里头的念头 这就把所有行为都包括了 行为 有正 有邪 这从思想言语行为 有正 有邪 有染 有净 有是 有非 有善 有无 所以 不善地 需要把它修正过来 而错误地 应该有方法去对治它 这才叫真正的修行 所以修行就得真干了 那不是口里说的 佛法 最重要的 就是这些 在我们佛门 以四大菩萨的表法 这在中国大成教 第一位呢 是地藏菩萨 帝 是大帝 大帝 能生万福 能养万福 能含藏万福 是这 用这个 来比喻我们的心地 心地里面 有无量的智慧 有无量的能 有无量的想好 就是 佛在华言经上 常讲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向 这自信里的本有点 觉悟的人 佛菩萨 他们在视线 启用地 全是新的 佛菩萨的 本地 我们不说 本地是自信 那就是 自信 亲近 原灵体 这个没办法说的 但是 它硬化在世界 所谓 众生 有感 佛菩萨 有因 因 绝对没有 起行动力 这一点呢 我们一定很清楚 要能够理解 众生 有感 众生 有起行动力 感 有起行动力 可是因 佛菩萨 因 决定 没有起行动力 我们人与人也有感 人与 天地万物 也有感 我们有感 它有感 它有感 我们有感 可是 我们这些 感 与 印 都起行动力 都有分别之处 这叫凡夫 六道凡夫 这很严重的 就是分别执着 非常严重 这毛病 四圣 法界 六道之外 在佛经上 成为外反 他也起行动力 但是 他的分别执着 很轻 可以说 执着没有了 有分别 有妄想 很轻 不是很严重 所以 他是反 他不是圣人 成为外反 外什么意思呢 六道之外的 反 佛家成圣人 一定是 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断了了 都没有了 这个才能成圣人 在华严经上 出诸菩萨以上 都圣人 但不是凡夫 出地以下的凡夫 这个我们 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凡夫 其心动力 言语造作 都有过失 为什么 他迷失了自信 自信也是真心 用真心的人 没有过失 迷失自信 又用妄想 在大臣教里面 叫阿赖耶 用阿赖耶 就有过失 阿赖耶 为什么有过失 四大烦恼 老长相随 他怎么会没过失 所以地藏经上讲 严父替众生 其心动念 无非是罪 这话是真的 一点都讲 觉悟的人 转阿赖耶 为大元经之 转世成之 迷惑的人 就是那阴历 这是我们 在最近这段时期 讲的很多 讲其心动力 这个念头非常威胁 弥勒菩萨讲 一弹指 有三十二亿 被牵连 就是指这个一念 这一念 就是大臣教里面 讲的 根本无名 无实无名 就讲这个东西 这一念起来 就把 自信亲近 圆明体 转变成 阿赖耶 阿赖耶能生万法了 要没有转变成 阿赖耶 万法不生了 所以 发向为实 总讲 宇宙之间 有什么 只有实 除了设之外 什么也没有 他讲的 也不能说 没有道理 十变 设法界 一真 状元 十变 十变 十就是 其心动力 分别 自主 自主等于变 他要是变善 那就不错 你起的念头 是善 因与善 行为善 与实善 与实善 与道相应 佛讲的实善 有的 你都做到了 你是善人 佛法里面 尊敬你 趁你为善知识 趁你为善有 善财 同族 五十三餐 成为善有 善知识 如果我们迷了 迷得很严重 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那就造罪悦了 与 事善与道 完全相违背 这不叫 事善 叫失误了 失误 你的思想 不善 言行不善 感召的是什么呢 感召是六道 严重的呢 是六道里面的 莫归地狱出生 要知道 六道跟舍法界 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你 善与不善的念头 变现出来的 与什么人都不相干 这个事实真相 不能不懂 你要不懂 不懂就是你没看破 你就没有办法修行 无法修正了 真正 依照经典的教训 经典里面的道理 把我们所有不善 把它修正过来 用圣贤的教诲 来对治他 他眼泛有病吗 你得把它治好了 恢复正常吗 这家修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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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